全年自有甜点品牌 VSuite联名黑准牙膏 推出牙膏蛋糕 想在上市前激发社群讨论 拉高期待感 然而人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可能需要这样的甜点 想不到不代表不需要 创意团队决定秀给人们看 他们其实需要 而且我们打造名音还不够 还打造了声音 你各位亲爱的观众 想一边吃甜点 一边打听朋友用什么牙膏 牙膏蛋糕 想同时享受蛀牙 与口气惺惺的感觉 牙膏蛋糕 想在厕所吃 但找不到合适的甜点 牙膏蛋糕 今天生日 但不想刷牙 牙膏蛋糕 今天朋友生日 但不想刷牙 牙膏蛋糕 想用牙膏玩杂派 但不想含服 吐了一辈子的刷牙泡沫 此刻就是非常想要吃下去 想要增加体重 却只对牙膏有食欲 突然想吃牙膏 但片寻不着牙刷 手中却刚好握着蛋糕叉 想为以下问题定义正确解答 是牙膏 还是蛋糕 还是牙膏蛋糕 还是牙膏蛋糕 牙膏蛋糕 网友情情激昂 媒体自主报导 你有想过把牙膏当成食物来吃吗 近期就有大卖场跟黑人牙膏做合作 推出这款牙膏蛋糕 上市后 顾洛克蜂涌开箱 空前的产品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零媒体投放 近60万人互动 总触及人数近170万 自然触及率超过130% 卫福部表示 吃完还是要刷牙